陶思玄 本期节目陶思玄与您共同探讨当新婚遭遇公婆 用什么心态处好和习关系 和习关系确实不好处 可能我们都对这个关系的亲密度有太高的这种期望值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女孩说 我真的想把她当成我的亲妈来看 我也希望她能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们觉得可能吗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但是大家都忘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们真的没有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很说不清楚的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东西 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 它就是天壤之别 有血缘关系 你自然就能够接受那个人的很多的事 但是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办法 往爱这个方向上去引领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别去奢求 这个关系是可以替代血缘关系的 血缘关系是无可替代的一种关系 那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我可以做的是尊重她 孝敬她 尽我的能力去做好 去把这个关系处理好 我恰恰是觉得 当你把自己从这种期待之下解脱出来的时候 就是期待我们能变成一种 从非血缘变成血缘的这种期待 你反而会比较容易能够接纳对方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隔壁的邻居 如果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做的不是那么好 没有那么如你想象 你会跟他吵架吗 大半的情况下 就是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不是很触怒你的话 你都会一笑了之 你可以很宽容地去对待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亲人 而且是一个至亲的人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会原谅吗 你不会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略根性 就是对自己越亲密的人 我们的挑剔度越高 所以你不如把自己放低一点 那这个人是对方的父母 而我是一个外来的人 就像客人一样 我要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和孝敬 做好我自己的分内的事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我还有能力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婆婆她的一生辛苦 养育了一个儿子 她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后半生 能依靠这个孩子 孩子能够照顾他 能够让他牢有所依 牢有所靠 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没打好 这个儿子二十几岁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从此儿子的世界里不再有妈妈了 儿子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女朋友身上了 这个时候婆婆通常这个年龄 她的事业也差不多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不对 因为她很快要退休了 她要失去她的社会的角色 老人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 就会开始有失落感 因为她不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被需要的人了 她会有失落感 接下来他们就会担心 如果我是没有价值的人 如果我不被大家需要 不被大家重视的话 那我后面的生活会变成什么呢 他们不知道 她本来还指望着说 社会属性没有了 社会角色没有了 我还有个孩子 那个孩子还可以让我依靠 可是很不好意思 那个依靠 好像这个时候也变得不怎么 可以依靠了 因为她会发现 经常找不到儿子在哪了 打个电话 儿子在女朋友那 她假寿的是双重的失落 而您呢 年轻的姑娘啊 您的视野 是在走上坡路的时候 你正在往上攀升 您的感情 也一样是一个往上攀升的状态 那个男人越来越爱你 他对你的关注越来越多 他是你这一辈子相互 支持相互依靠的一个人 婆婆和你 哪个位置你自己一比较就出来了 你还要去跟老人争什么呢 还有什么好争的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想到这一点 婆婆的整个人生是下降趋势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想要更多的去帮她 去让她有安全感 其实婆媳之争就是一个权力之争 控制之争 婆婆就是想要证明 这个年轻的姑娘 她不会夺走我所有的一切 当我老了 我干不动活了 我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来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姑娘可以接纳我 她做的很多事情 无非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就像你们要去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 考验一个男人是不是靠得住一样 婆婆也要去验证 她也要通过这样那样的事情 来验证这个媳妇和儿子 是否能够在未来给我一个家 给我一些支持 是否能够接纳我 所以当婆婆跟你之间再有冲突的时候 就想一想这些 想一想她的人生曲线 而你的人生曲线 我想多半的年轻姑娘 都还是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 非常合适的 恰当的方法去处理这种关系 我有个女朋友 她就做得很棒 你知道吗 她就去贿赂那个老太太 她会带着老太太一起去逛街 先从逛街开始 然后带老太太去吃饭 这样感情一点一点增进了 老太太开始愿意听她讲话了 怎么办呢 她开始带着老太太一起去上瑜伽课 然后再着就开始带老太太 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这个老人家自己慢慢慢慢 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最后这个老人家就开始去上老人大学 然后她会发现 跟自己的同龄人交往 那个乐趣远远大过在家里边 跟两个年轻人就斗智斗勇 但她发现那个乐趣比这个大多了 注意力就转移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老人家 就根本就懒得参与他们的事情 有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会说 妈 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然后老人家会说 去去去 你们俩玩去吧 我会约我的朋友一起去旅行 其实老人家还是会需要 自己的同辈的支持 只有当她自己的社交范围过于封闭 她的生活过于单调的时候 她的注意力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放 就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孩子身上 那也就会引发更加激烈的冲突 所以实当的你要很巧妙的 很聪明的去拓展老人的生活 就是要让她有更多的关注点 分散她的注意力 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一个说法 是让她的生命有更多的支撑点 那么她的注意力就无再会局限在这个儿子 到底爱谁更多一点这件事情上 如果说我的话 我会挺开心的 有人帮我把房间 帮我把家收拾得那么好 还有好吃的东西 多幸福的一种生活 如果我给建议的话 去很好地享受这种爱和关心 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说 那你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孝顺是什么 孝顺就是要让老人开心 要让老人感受到 他是被尊重的 他是有价值的 是被需要的 这是最大的孝顺 如果老人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感受到 我依然在被这个家需要着 我依然在为这个家做着贡献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让他去做 让他整理一下房间 你会丢失什么东西吗 也不会啊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我想是不会的 唯一的麻烦就是 可能我更喜欢这个东西放在这个桌子上 但是老人家把它放在了左边的桌子上 无非就是这个区别而已 那么这个区别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因为从左边挪到了右边 然后你的整个生活就乱掉了 我想是不会的 我们会有情绪产生 只是因为别人扰乱了我们的秩序 仅此而已 我觉得这反而会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了 其实这个方法是可以大家学着来用的 尝试着在生活中去用 你眼睛能够看到的 耳朵能够听到的 真的不是真相 那真的不是真的 那都是一个表象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表象之下的情感需求 归根究底就是对爱的渴望 对信任的渴望 对尊重的渴望 爱 信任 尊重 接纳 共同组成的是一什么 它支持出来的就是一个生命价值感 自我价值感 这就是根源 所有这些表面 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归根究底还是一个 它为什么就不能按我的方式生活呢 那它为什么一定要按你的方式生活呢 你为什么就不能按它的方式生活呢 这个下面就是失控控制感 因为这一套规则是我熟悉的 在这个规则之内去做事 我会有安全感 我知道下一步的结果是什么 最坏能坏到什么程度 我对这些了然于心 但突然换了 换了一套我完全不熟悉的规则 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怎么样去应对那些事情 这就会给你带来失控感 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里面 是很软弱的 无力的 所以才会有这种争执 会有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面的一些争执 当然我们不会去说 我要控制你 我要控制全局 这个话讲出来太难听了 自己都没法讲给自己听 怎么办 我们就会开始欺骗自己 我们就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 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归根就底 它是最底层的是一种安全感 那安全感其实还是对爱的一种渴望 和习关系最重要的结是什么 和习关系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结 不是婆婆和媳妇 而是这个儿子怎么做 儿子怎么样去调停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样去传递 他们相互之间的意见 比如妈妈说 凭什么一个女人掌握你所有的钱 我养你这么大 你都不见得把钱放我手上 你凭什么就全放她手上了 那这个时候 儿子要怎么样去听这一段话 很重要 你听到的是 我妈在抱怨 我妈对我媳妇有意见 还是你能够从中听到 我妈妈有点失落 她会觉得 她在我的心目中没那么重要了 她有失落感 你能听到什么 这就决定了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去出现在你太太面前 反过来当你太太去说 你是我老公又不是她老公 凭什么钱给她 你的钱就应该是我的 你的钱就应该是我管 这个时候 那先生又听到了什么呢 你是听到了 我太太怎么这么飞扬跋扈的呀 怎么谈恋爱的时候 没觉得她是这么不讲理的一个人 还是你听到了 我太太有点担心 我和她的关系 没有那么的稳固 她担心在我的心目中 她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 你能听到什么 这个也决定了 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 出现在你的妈妈面前 如果你能够听得到 他们各自都很爱你 他们两个人都很怕失去你 他们是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稳固 跟你之间的一个情感关系 那可不可以试一下 其他的方法 可不可以试试 我们三个人连在一起 而不是把中间的那个人 分成两半 这是男人的指挥 我始终相信 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恶人没几个 大多数都还是很善良的 大家都还是想要 这个关系能够过得好一点 媳妇也不会真的就是想要婆婆难堪 婆婆也不会真的就是想要 媳妇一无所有 不会的 其实大家想要的都是爱 只是那个方法可能不太一样 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先生在这个中间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听到 她的核心的内容 就像我刚才举例那样 你要听得到 婆婆怕的是什么 心里边怕的是什么 媳妇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然后把这些部分拿来大家讨论 我觉得最后都是通情达理的人 没有谁是那种死都不肯 跟别人搞好关系的 因为一个好的关系 会让我们大家都很舒服 这才是大家都会希望想要的 最有吸引力的家庭 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 推开门的那一刹那 整个人就放松了 我知道这是最温暖的 最舒服的地方 那这个家一定是一个磁场 没有人会拒绝这种舒服的感觉 所以大家只是说 怎么样去找到这个舒服的感觉 可能就会需要一个沟通 交流协商的过程 所以这很考验男人的智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